大家好 我是老李 今天是造景知识小课堂的第二期 我们综合再讲一讲各个钢体需要注意的 这个钢体马上就要准备种草了 上面是黑木爵 后面是青木爵 然后木头上石头上是点缀辣椒绒 在中间是叉柱花 后面再点缀一些椒草 我又买了网球虾 巨网 一个小宝宝 还有一个巨网 看看这体型差异 过好温 过好水 就准备放它了 这只真的很大很大 但是下缸以后它就躲了起来 就看不见了 估计还要适应一段时间 它是杂屎性的 而且它没有钳子 你们不用担心它去吃鱼什么的 它吃点鱼粮乃至吃点蔬菜 都可以 没有什么攻击力 例行显摆一下浅红之牙 好漂亮 针对鹤枣我来解释一下 鹤枣呢出现在开缸初期 或者你的灯的光照比较弱的情况下 才会有这种鹤枣 那我们可以用磁力刷把它擦掉 磁力刷和刮枣刀不同 像这种范围内 刮枣刀是伸不下来的 这种范围我们就可以用磁力刷去搞定了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草杆的问题 像这种黑木卷 还有墨丝 雨裂水缩衣 辣椒绒 这些呢都是可以直接用水草胶粘在木头或者石头上的 真正的水草 我们看前井草为例 它是分猪繁殖走根 我们再看这个雨裂 也是别的母猪分出来的一个枝牙 后井草我们以宫廷为例 比如说一根上边打完头以后 它会冒出三个或者两个枝牙 所以市面上的水草种子到底是什么呢 我 gains来吧 然后 суп 由于 不